各位说的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交流一个横折撇的一个写法 那么横折撇分为这个小横折撇跟这个大横折撇 我想学写一下 那么这个是小横折撇 小横折撇多数都用在这个水上面 用在这个比如说泳啊水啊像这种 多数都会用到这个小横折撇 它呢也是用这个小横漆笔 到这个地方扛肩跟我们前面鞋的转折是一样的 然后加一个类似于中撇 然后过来不要写太长 一般那个撇的这个长度啊 一般都会跟这个横的漆笔差不多 那么好多数有在写的过程中啊 会出现很多问题 我再把它给写一下 小横漆笔扛肩 抬按回 慢慢的 走 收笔 容易出现的问题呢 一个就是写的时候啊 容易过于的死板 有好多数有写的时候抬了啊 然后就直接 哎 走了 这个皮啊是需要适当的去拐弯的啊 需要拐个弯 有个小窝在这里 不要写的过于太死啊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写的时候啊 容易去这个习惯性的去压度 啊 这个小横漆笔 我们不要去压度啊 抬了 到这个地方去压一下 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 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转折的时候啊 直接转了 抬按 这种写法啊 也是不对的 一定要抬按回以后 再去写这个小红折片啊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片 是从这个横里面 从这个地方啊 出来了 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所以说写的时候啊 把这个小红折片啊 这个 这要转折会写了以后啊 这个小红折片是很简单的啊 是很简单的 这是这个小横折片 谢谢各位书友 这就是这个小红折片 我看下来 这个小红折片 我看下来 好 这就是这个小红折片